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也爱上你 李敖与妙天下 在近代的影响人类思想的人物中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因为他能够把人类潜意识的问题 把它解释出来 虽然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 他在梦的分析方面 可能有些问题 可是他把这个真相点破了 就是人类的这个潜意识问题 是我们古往今来所不能够解释的 他把它解释出来了 弗洛伊德深深地了解 人的心理 尤其潜意识方面的心理 所以他被奉为大师 一代大师 一代宗师 可是有一次弗洛伊德 很感慨地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女人到底要什么 女人到底要的是什么 他问出来这么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很有趣 也很奇怪 就是他虽然是心理学方面的 一代宗师 可是涉及女人的问题 他忍不住提出来这么一个 有趣的疑问 女人到底要什么 今天 我在李敖与妙天下里面 试图从几个方面来解释 女人到底要什么 这个解释 不是用定义的方法来解释 他要什么 而是用举例的方法 告诉大家 女人到底要什么 就好像孔子是想到人 孔子的哲学里面 讲人字的比例极高 可是我们看不到孔子 给人下个一个定义 可是他不断地用比喻 用各种说法 要向你描写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 甚至有的人坐了牢 灌到牢里 临时还要讲他在求人得人 还要有这种不要脸的人 人是什么 孔子不下定义 而不断地举例 包围起来 像台湾做生意 要围标 把你围住来 告诉大家 人是什么 女人到底要什么 我试图用围标的方法来举几个例 大家看这个马 这中国现代画家里面 最善于画马的 他的名字叫做徐悲鸿 下面是他写的字 徐悲鸿 徐悲鸿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带着他的情人 带着他的爱人 叫做蒋碧威 在巴黎 学画并且画画 过着很艰苦的日子 有一天 徐悲鸿这位画家 卖掉一幅画 突然之间来了一笔钱 他把这笔钱 给他的爱人 给他的情人 蒋碧威 看蒋碧威 怎么样用这笔钱 他们过的日子很艰苦 忽然来了一笔钱 当他的情人 拿到这笔钱以后 上街去了 回来以后 买了一个戒指 徐悲鸿 非常的失望 他觉得 他的情人 他的爱人 跟他同甘共苦 搞艺术 应该不是那么俗气的 可是 一旦有了一点点钱 这位爱人 这位情人 就是一套一般女人的规格 买了个戒指回来戴上去 女人 女人究竟要什么 女人要的是一个戒指 大家再看 唐朝诗里面 大家念过 说 这个女孩子 她 给人家做衣服 做什么衣服呢 给别的新娘子 做衣服 她自己 她自己嫁不出去 或者没有机会 嫁给有钱的人 最后呢 就看了什么 叫贫女 叫贫女 她怎么样 苦恨年年 押金线 做衣服 为他人 做嫁衣裳 我们今天有个典故 就为人做嫁 替别人做 新娘子的时候 衣服 自己没有机会 做新娘子 女人到底要什么 女人想做一次新娘子 这个新娘子 未必是实际在结婚 大家 晓不晓得 日本人 日本鬼子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台湾 在韩国 在中国 在菲律宾 到处抓 或者骗 一些年轻的女孩子 到他们军队里面去 做营妓 军营里面的妓女 就是军队在走 他们这妓女也跟着在走 强迫在走 换句话说呢 这些女孩子 除了生理期间以外 每天都要被日本兵来揉练 十次 二十次 三十次 甚至四十次 作为新奴隶 这些女孩子们非常可怜 后来 日本人赖掉了这笔账 就说 这些女孩子啊 是自己愿意做妓女的 不承认 是经过他们政府的力量 来抄盘的 后来 日本人要进联合国 进安全理事会 大家就闹起来 说日本人呢 不肯反省 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欺负 揉练了这么多的女孩子 他们到现在 还不肯认账 所以日本人呢 就开始用民 搞了个民间组织 就是每个人 登记有案的 就送 五十万 相当于台币 新台币 相当于 一万 五六 人民币 到了台湾 这个事情被我拦截了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 就是我拿出来一百件的艺术品 拍卖 当时拍卖的过程里面 有王清风 有施济清 有瓦英九 有金维纯 李清华 我们大家努力 把我这个东西拍卖 我们卖了多少呢 卖了这个 一百万美金 然后我们有这些钱 就分发给 这些产余的 在台湾的 这些可怜的慰安妇 都是老太太的 说 我们给你五十万 你不要拿日本人的五十万 他们接受了 所以 在日本人用钱 想买回 他们这个不容易的时候 亚洲地区 只有台湾拒绝了 原因 我李奥拿出来一百件的艺术品 卖了一百万 美金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些可怜的慰安妇 他们老的时候 五十万对他 现金对他太重要了 因为他们一辈子孤苦无依 甚至没有来过台北 也不敢见人 觉得他太惨 身体不好 所以五十万现金 对他们构成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当时王清风 现在就是马英九的法务部部长 一位优秀的女士 他就跟这些慰安妇说 为了个人的尊严 为了国家的尊严 日本人 要五十万跟你们和解 叫你们拿五十万要签字 签什么字呢 就承认当年我做慰安妇是自愿的 当时明明不是自愿的 可是为了五十万要签字 王清风跟他们说 这个钱不能拿 为了国家的尊严 为了个人的尊严 这个钱不能拿 老太太们接受了 可是现在很难过 因为五十万对他们 也太重要了 我出来跟王清风讲 你这个构想是很好的 为了国家和个人的尊严 可是不尽人情的 王清风问我怎么样的尽人情 我说 我们给他五十万 他就自然就不要日本人的五十万 这是尽人情的 王清风说 好嘛 我们去捐钱 我说 那又不尽人情 王清风说 怎么尽人情 我说 为什么不可以捐钱呢 我们去做好事 叫别人出钱 这个不尽人情 我说 我来卖这些艺术品 我搜集的一百件的艺术品 我们去卖 卖了以后呢 给他们 王清风说 给了以后 万一他们还拿日本人的五十万呢 我说 这个不可以 所以你给他们的时候啊 有一个协议书 就是 我给你五十万 可是你不可以拿日本人的五十万 如果 你在拿日本人的五十万 那你就 这五十万就要还给我 那自然 他就不会拿了 所以我说 不但要推动一个计划 还要近乎人情 这个计划呢 就行通了 可是 大家看看 很多这些慰安妇的老太太们 他们自己 老了以后 都 一个月老去了 一个一个老去 老成这个样子 他们生平有一个遗憾 就是 年纪轻轻的 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 被日本人抢走 骗走 做了军中的妓院 妓女 一辈子被摧散 战后 劫后余生 可是呢 已经老了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希望 便都老了 可是呢 要集体的 打扮成新娘子来照相 我们看到这种画面呢 觉得很凄惨 可是呢 他们还还蛮快乐的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 我有一种穿 配婚纱的感觉 大家可以知道 当年他们 被日本人 这个柔炼 看到没有 做慰安妇的时候 做军中妓院的时候 妓女的时候 是这种凄惨的 劫后余生 活回来了 为什么活回来 活回来很不容易啊 日本人 带着他们作战 日本人被打死 他们都死掉了 他们能够活着回来 很不容易的 当时台湾只有 只剩下四十多个人了 我看到这个照片呢 很感动 这个 他们有的人还写信给我 感谢我帮助他们 像这个呢 还画出新娘化妆 你看还在化妆 照片 我们再看这个照片 这个 集体的 没有新郎的 老新娘 做的 婚纱照 为什么呢 他们是个 年少的一个梦想 都是这个 照片 你们老成这样子 还在做新娘子 这是什么 我答复了 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一个问题 女人 到底要什么 想不到吧 女人要一个婚纱照 一个婚纱照 对一个女人 是这么的重要 未必是婚姻 我告诉你啊 未必是婚姻 我认识一个女记者 多少年以前 后来她也很漂亮 死掉了 她结婚 结婚以后不久啊 带了一份相册 到我家来给我看 都是她的婚纱照 可是那个时候呢 她夫妻的感情 已经很不好了 后来 离开了 她也死掉了 就是 为什么一个 女孩子 对一个婚纱照 这么样的昭迷 我觉得好有趣 我过去写作的时候 有一个女孩子 17岁 做我的模特 她也照过几张 婚纱照 我给大家看一下 蛮有趣的 这是她没照婚纱照 以前的 这个时候 她只有17岁 大家再看 这个是没有照婚纱照 以前的一个小女生 这还是没照 要照婚纱照的时候 照片 大家看 就开始照婚纱照 再看 再看 这是我一个发现 很少人像我这样子 观察入微 发现 女人到底要什么 我告诉你 她要一个婚纱照 女人还要什么 我告诉你 女人要 一个完整的爱情 跟她的情人 同生共死 有很多这种女人 我们在电影里面 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鸳鸯大道 鸳鸯大道 费唐纳威 跟这个小子合演的 鸳鸯大道 鸳鸯大道 是美国的真实的故事 一队情侣 拿着枪 抢银行 打架结社 浪迹天涯 随时准备 死 鸳鸯大道 大家看 鸳鸯大道 开始打着枪 雌鸯 有枪 中国人讲 雌鸯剑 这雌鸯枪 然后 大家再看 鸳鸯大道 最后 两个人 被警察 乱枪射杀 打死了 大家以为 这是电影的故事吗 不是 这是美国的真实的故事 大家以为 只有美国才有吗 也不是 在中国 也有这种鸳鸯大道 也有 大家看 一个照片 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她死在 这个竹林里面 这个男朋友 是个警察 警察跟着他 去抢钱 然后 一起流亡 女孩子 在流亡期间 死掉了 男的 被抓到了 这就是 台湾版的 鸳鸯大道 看到没 又是来 就他们的鸳鸯大道 我这个例子 就告诉大家 女人到底要什么 女人要她的情人 要跟着情人 一辈子 即使冒险犯难 即使坐监犯科 也要同生共死 一起做强盗 也好 被打死 也罢 女人要什么 女人要一个 同生共死的情人 这就是一个特色 那你讲这些例子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呢 还有类似的例子 鸳鸯大道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 法国的 女作家 也是 蛮有思想的 叫波娃 波娃 她是法国文学家 也是哲学家 沙特的情妇 两个人分分合合 可是波娃一直跟着沙特 到沙特死掉 甚至沙特本人 找别的女学生 波娃还在帮忙 波娃写了一本书 叫做第二性 很有名的一部学术著作 谈到女人的 这个 处境 学术地位 非常高 看起来像是一个 新女性的著作 可是事实上 她一碰到她的情妇 沙特 她就是一个古典的 保守的 旧式的女人 换句话说 她那些 谈到第二性的 那种大道理 妇女权力 什么种大道理 通通都不见了 所以女人到底要什么 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问题 我很侧面地给她答复了 女人要一个戒指 女人要婚纱照 女人要跟男朋友浪迹天涯 女人要陪自己花心的情人 白头偕老 女人要什么 我部分地答复了 心理学家的问题 And we can better We can do the one I stand Yeah 不看你 不看你 李敖 宇妙天下 刚才我从不同的角度 试着答复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问题 女人到底要什么 女人当然要一个美满的婚姻 或者美满的爱情故事 可是当这个婚姻 或者这个爱情故事 没有结局的时候 或者结局要注定 东非伯劳西非燕的时候 会发生一种情况 就是要不要殉情 殉情而死 我们在小说里面 戏剧里面 最典型的 在西方我们看到 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东方我们看到 梁山伯与祝英台 都是典型的殉情故事 女人是很喜欢玩殉情的 大家看这个资料 这当年奥地利的接班人 他认识他这个女孩子 他们要结婚 结果皇帝不同意 结果他们两个人 到耶尔灵地方 夜里睡在一起 决定殉情 两个人死掉了 这个皇太子 拿枪 把躺在床上的情妇 情人打死 然后自杀了 这是有名的 一个故事 叫做魂断梅耶灵 就是他们死在这个地方 殉情了 一死了事 我们再看这种殉情的例子 很多 台湾看看 在有一个 这个高中生 这个女孩子 跟男朋友这个恋爱 这个女孩子叫的 台中女中的自由生 爱到绝望 敬轻生 这个女孩子 大家看 就自杀了 这个男的 后来也自杀了 这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了感情 这个不活了 这是一种 这是很典型的例子 两个人没有同时死 他先死了 然后他知道以后 他也死了 这是一个 很典型的例子 在1950年 台湾发生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台北旁边的淡水河 有水门 第14号水门 发生了一个有名的殉情案 一个女孩子上吊死了 这个女孩子叫陈肃清 可是死了以后 他留下一封信 写得很多情的 说是为了情 因为他男朋友 叫张白帆 张白帆是有妇之夫 为了他不能够跟这个有妇之夫 结婚 他就自己把自己吊死在淡水河 14号水门上面 还留下这么一封信 把他说 这辈子不能跟你结婚了 我就不要活了 后来大家去追查 这个女孩子怎么死的 发现有问题了 原来他并不是要一个人死的 他是要跟这个有妇之夫张白帆呢 一起在淡水河14号水门上吊的 结果这个男的张白帆呢 骗他 说我们一起上吊 结果这个女孩子打的那个结啊 是死结 上去以后呢 吊死了 这男孩子跟他一起吊啊 我们一二三一起吊 结果他那个结是活的 结果一挂上去以后呢 他也拉开 他逃掉了 女孩子吊死了 这是有名的叫做淡水河的14号水门的案子 后来台北市警察局经过仔细调查 就查出来叫做陈素卿命案侦查及破户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这么复杂这么多页啊 我都有啊 这就是陈素卿跟他的那个男朋友啊 这个张白帆啊 这么多报告啊 最后各种资料啊 各种资料啊 这个 我把它贴在这里啊 这个故事 后来这个男的被抓到了啊 坐了七年牢 原因是说你帮着别人自杀 帮助别人自杀啊 大家想想看 殉情殉到这个程度就很危险了啊 我死你不死多麻烦呢 刚才我讲过那个例子 奥地利的太子在梅伊林地方 跟女朋友约好一起死 女朋友躺在那里 他先开枪把女朋友打死 然后又把自己打死 那如果那个奥地利的皇太子 是这位淡水河十四号水门的男主角 张白帆 那就是把女朋友打死 自己跑掉了 那还得了吗 可以这样子不守诚信吗 啊 所以这个例子 陈素卿案子 淡水河十四号水门案子 给大家一个警惕 给女孩子一个警惕 就是你乱跟别人殉情吗 他如果到时候不死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呢 这个案子以后呢 给大家一个警惕 很多人知道了 不能够随便乱殉情 这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看到一件事情啊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炸弹殉情法 炸弹殉情法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看到在内地 在长城上面 有个消息出来了 一对吉林的 吉林省的青年男女 到长城上面 弄了个炸弹 他一拉拉开 同时殉情炸死了 炸得血肉横飞 这个殉情方法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谁都跑不掉啊 你跑不过炸弹嘛 对不对 炸弹一包罩 你也跑不掉 所以这个殉情方法 是比较安全的 现在我答复了 就有一个故事 答复了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问题 女人到底要什么 女人得不到 完整的爱情的时候 她要的一场 同生共死 不能同生 就共死 一起死掉 一场殉情 女人可以跟男人 浪迹天涯 做雌雄大盗 为了爱情 我跟着你冒险翻难 没问题 可男人很少 男人很少 为了爱情 做这么疯狂的事情 女人会 当然 也有例外 可是我觉得 那种例外 好像在电影小说里面 比较多 荡妇卡门 大家都听过这个歌剧 这个故事 也是啊 它就是被你女人 迷上女人 迷上卡门 然后 好好的一个军人 变成逃兵 变成这个 跟着卡门去走私 去搞鬼 堕落了 为了爱情 也有这种现象 基本上 这种情况 发生在女人身上呢 比较多 所以 我不太相信 女人的政治见解 为什么呢 你看 女人的政治见解 大部分都是跟着丈夫走的 跟着情人走的 情人 相信红色 他就红色 情人相信蓝色 他就蓝色 大部分是这样子 当然也有例外 男人 就不会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结论 结论呢 就是 女人 会欣赏男人很多面 男人的信仰 他也跟着走 男人强盗 他也去 跟着走 男人欣赏的 女人一看 哎 好不好看 先看 好不好看 女人 对男人 也看 好不好看 可是呢 那只是他的标准之一 除了欣赏男人 好不好看以外 男人 有没有幽默感 男人有没有钱 男人 学历 好不好 男人是哪一生人 男人什么需要毕业的 男人的 爸爸是谁 他都在考虑 比他考虑的很均衡 所以女人 能够欣赏 男人多方面的优点 可是男人 看女人 常常是一个 就好不好看 所以从这个标准来看 女人的视野 比男人宽 虽然呢 他一生 在为爱情 忙到死 可是呢 他欣赏男人的 条件的视野 比男人宽 这是女人的 一个优点 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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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问题 女人到底要什么 我从多少角度来答复 女人可能要一个戒指 女人要婚纱 女人要跟男人同生共死 还有 有的女人 特殊的 她想她 希望有一个 男人的男朋友 可是这个男朋友 是洋人 是美国人 这个女人是谁 大家请看 这是蒋介石的太太 宋美龄 我告诉大家 真相 那个混蛋 李登辉啊 她一辈子 想做日本人 她并不想做中国人 可是没有成功 蒋宋美龄 蒋介石的老婆 一辈子想做美国人 没有成功 什么原因呢 因为她是黄皮肤 在美国留学 虽然非常的美国化 可是 她究竟是中国人 虽然在中国 做到了所谓的 世俗眼里的第一夫人 蒋介石的太太 可是她毕竟还是中国人 虽然她在美国 修了很好的教育 可是她没有学到 或者感受到 美国文化的 所谓的自由民主 她没有这种观念 这话是 利利奥诽谤她 不是的 这是当时美国总统的老婆 罗斯福总统的老婆 罗斯福夫人的话 这张照片 就是蒋宋美龄 跟罗斯福太太 合照的一张照片 罗斯福夫人 就批评蒋介石夫人 说这个女人 谈民主 谈自由 谈得天花乱坠 可是她本人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修养 换句话说 言行完全不一的 蒋宋美龄 她一直想 男人是男朋友 是美国人 美国罗斯福总统 选了总统的时候 打败了共和党 罗斯福是民主党 她打败了共和党的 总统候选人 威尔基 打败她以后 罗斯福就委任 她的政敌 被她打败的政敌 威尔基 环游世界 表示我的度量很宽大 招我的 被我打败的人 环游世界 宣传美国的理念 威尔基就到了重庆 大家看到了重庆 威尔基到了重庆 就跟蒋介石见面 这旁边就是宋美龄 当时跟威尔基来的 由美国 LOOK雜誌 LOK 展望雜誌的 考尔斯 考尔斯 蒋介石 宋美龄在重庆 就跟威尔基 两个人勾搭起来了 威尔基 甚至要带蒋介石的夫人 到美国 去宣传 展望杂志 老板考尔斯 就跟威尔基说 你还要选总统吗 如果选总统 你跟中国的老马子 扯在一起 你名誉搞坏了 不要带他去吧 然后威尔基说 那你告诉他 跟他朋友考尔斯说 你告诉蒋介石 美龄 我不带他去了 考尔斯就过去 跟蒋介石 美龄说 这个计划取消了 不带你去了 不带你去美国 你要去自己去 这宋美龄啊 伸出手来 抓上去 那指甲还是尖的 就抓着这个老美 考尔斯的脸 抓他脸 结果呢 威尔基还是没有带他去 没有带他去美国 可是蒋介石就听说 威尔基在重庆 跟他老婆游览 有一次带着人去 找那个蒋介石 蒋通美龄的一个办公厅 去抓 抓奸 没抓到 威尔基 后来就回到美国 他当选总统 选总统的时候 很受欢迎 这个当然失败了 就威尔基 你李奥怎么知道 这个事情 被抓脸的 这个展望杂志的 考尔斯的老婆 后来 讲 讲出来这个事情 这本书 这本书 就是这么一个见证 这么厚的一本书 这个是建成什么意思呢 他就讲到了 讲到了这个故事 讲到这个故事 然后有一段 就讲到了 宋美龄这一段 讲到宋美龄这一段 写出来了 然后宋美龄 讲到这一段 怎么样 跟威尔基 有一腿 然后这里面还讲到了 宋美龄 问他们美国人 你们有原子弹 为什么不去炸北京 这美国人都听了 都愣到了 怎么你这个女人 你到底是中国人呢 还是哪一国人 你怎么会提出 这种搜主意来 要用原子弹炸北京 这就是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 我宋美龄所说的 有所根据 就是这本书 就是他这个 如果交朋友 并且保住他们 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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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ls 就是被抓脸的 展望他的老板的老板娘 他写出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这本书不是卖的 在美国 他是赠送给彭雷的 我有机会 在台湾 结果被老兵写信来骂我 你李奥 怎么可以这样子 侮辱我们崇拜的蒋夫人 蒋夫人 跟美国人 即使上床 也是 为了 我们国家好 他陪美国人睡觉 美国人 才能援助我们中国 我收到这种信 难道说 这也是为国捐躯的一种吗 献出肉体来 他叫床 他高兴 他偷人 他养汉 难道也是为了救国吗 可见 这种老兵啊 头脑已经被 蒋介石他们 污染到什么程度 欲中欲孝 到什么样程度 我把这个事情 讲出来给大家听 蒋宋美龄 后来 年老了 终于离开台湾 住在美国 在长岛故居 我们现在惊叹 豪门 凤华 这是国民党党报说的 我派朋友 照相过来 大家看 蒋宋美龄 在美国的住宅 豪宅 大家看 豪宅 在纽约 纽约这种 两层楼头房子 不简单 大家看 是豪宅 这个故事 一个特例 不是每个女人这样子 可是我看到 蒋宋美龄的这个故事 我真的发现 她虽然贵为 所谓中国的第一夫人 可是 她即使偷人养汉 也要找美国人 她后来得了夫人病 要开刀 台湾的名医 都不许碰她 要请美国的医生 来给她开刀 这些蛛丝马迹 多少都可以证明 蒋宋美龄 就是蒋介石的老婆 她是多么想做美国人 即使偷人养汉 也要找美国人 人家说你里奥不厚道 她偷人养汉 是她自由 干你什么事情 不干我事 可是我告诉你 当你作为 所谓中国的第一夫人 整天向我们讲仁义道德 号召如何做 娴熟的 中国短典型文化的 里面的 妇女的时候 谈大道理的时候 你这些丑事 我就要给你抖出来 这就是我李奥干的事 李奥 雨妙天下 我在节目里面 刚才谈到了 蒋介石的老婆 宋美龄 用证据证明了 她如何的偷人养汉 偷人养汉 是你私人的事情 可是当你不向我们宣传 人意道德的时候 我也不顾你 当你向我们宣传 中国妇女的美德 向我们谈人意道德的时候 你偷人养汉 你这黑资料 就会被我揭发 正如美国总统 罗斯福总统的夫人 所说的 蒋介石的美龄 受过美国教育 可是她的思想 完全是个旧式的 那种婆娘性的 当时台湾的 所谓驻美大使 叫周淑凯 外交部长周淑凯 在联合国被赶出来的时候 去看宋美龄 宋美龄就要求很多的条件 谈到很多要求 要台湾供应给她 这位外交部长 委外交部长周淑凯 就说我有困难 宋美龄就骂她 周淑凯就顶着一句话 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 孙伟林过去 啪一个耳光打过去 什么中华民国 我就是中华民国 这就是孙伟林的作风 我们看看 法国当年的 路易十四的皇帝 他讲了一句话 后来翻成中文 就这四个字 政绩国家 我这个皇上 就是国家 我就是法国 一个耳光打过去 我就是中华民国 这就是宋美龄的气魄 所以我才想出来 这几个字叫做 蒋夫人为国捐躯 提供了她的身体 照着老兵的说法 她偷人养汉 也是为了国家 我们不觉得 这些人很荒唐吗 我多少年前 在电视里面 讲过这一段以后 有人电传给我 叫做 请多关注现实 我们只关心 祖和祖国如何统一 宋美龄偷人 孙中山 下贱 我们都不关心 我们只关心 祖国何时统一 台湾同胞 何时重归 祖国怀抱 你关心的是好的 可是你如果不了解 这些历史 尤其台湾 这些统治者的历史 你跟台湾统一 又谈何容易啊 所以我说 不是一个 单纯的一个高调 说 往事我们都不谈了 你不知道往事 你也不会知道 今天 你不知道今天 谈统一 也没那么容易 这就是我的总答复 我啦啦啦啦 答复了心理学家的 这些问题 最后呢 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这个照片 这是陈文倩 跟他的狗 这个照片 是我从北京演讲 上海演讲回来 陈文倩到服务场来接我 陈文倩是个有才气的女人 她是个才女 可是 她亲身 答复了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一个问题 女人想做什么 女人是不知足的 做了才女 我还想做美女 做什么样美女呢 做李敖的前妻式的美女 大家看看我的前妻 这就是胡一梦 胡一梦的前妻 我给大家看她照片 胡一梦的特色 看她穿衣服 有的女孩子穿中装好看 有的女孩子穿西装好看 西式的衣服好看 那林青霞穿西式的衣服好看 可是穿中装的扮相也好 穿西装的扮相也好 只有一个人 就是胡一梦 看到没有 这中装的扮相 大家来看 她的西装的扮相 这胡一梦 胡一梦是个美女 可是她想做才女 她又答复了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话 女人到底要什么 要告诉你 我是美女 可是我要做才女 陈文倩说 我是个才女 我想做美女 结果两个人都失败了 都不成功 我答复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就是说 女人不会知足的 当她是才女 她想做美女 当她是美女 她又想做才女 为什么这样子 这是女人的悲剧 男人也会吹牛 也会自我膨胀 像我里奥 我有一分才气 可能膨胀了两分 可是女人 如果有这个才气 就膨胀了十分 为什么呢 女人的膨胀率 比男人强 比男人高 大家也许听着我这些言论 觉得我在反对妇女 不是的 我就觉得妇女 有妇女的优点 可是有些妇女 不知道天高地厚 有些妇女 有过多的幻想 所以会造成 她们本身的 很多的悲剧 我承认女人是可爱的 可是女人做出来 很多问题 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我也试图理解一部分 用这一部分 答复我们的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